高原将会择日宣判 对于余欢的行为到底是属于正位正当的防卫 防卫过当还是故意的伤害 那么此前最高人员检察院已经派人夫山东掠卷 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的汇报 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昨天的法庭审理结束之后 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表示 最高检认为余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但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最高检调查组认为 山东省辽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和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 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 对于案件的起因 双方矛盾激化的过程 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 一审认定都是有遗漏的 余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都没有认定 适用法律却有错误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应当减轻或者贬仇处罚 本案应通过第二审的程序 依法予以纠正 最高解老师 余欢的同私行为 是为了保护本人及亲母亲 合法的权益而实施的 这是正当防卫的目的性条件 一审判决书认为 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 派出所已经出警 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 现实危险性较小 这与法律评价虽然关注到了生命健康权 但忽视了对余欢及亲母亲 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是对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从防卫起因看 本案存在持续性 复合性 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 这里的不法侵害 既可以是犯罪行为 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 包括对非法拘禁 公民可以进行防卫 余欢为了制止这些不法侵害 完全具有防卫的前提 辽城市检察院起诉书 没有认定作为防卫起因 辽城中院一审判决书认为 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 不法侵害前提是错误的 从防卫时间看 余欢的行为是针对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 本案中证据证实 杜志浩一方对余欢的不法侵害行为 没有因为民警出警得到控制和停止 相反又进一步升级 余欢在持刀发出警告无效后 统刺了围在身边的人 一审判决书认定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显然是对矛盾计划的原因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这也是在认定事实不全面情况下 得出的错误认定 此外 余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进行的反击 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实施防卫行为 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性条件 本案中 余欢持刀统刺的四人 均属于参与违法讨债 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的共同行为人 并且是不法侵害人 最后 从防卫结果看 余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 采取的反制行为 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且造成了伤亡后果 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大 好 我们再换一个话题 昨天作为拓荒者的上